李敖日前上康熙来了 昨天播出后收视出炉 结果平均0.78 成绩普通 原本以为这场口水战已经落幕 没想到赵正平今天早上 在自己的微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引发外界揣测 赵正平说昨天节目真难看 做人真的不要自以为是 没品就算了还丢人格 内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网友附和李敖真的有点自以为是 也有网友要赵正平不要牵扯进来 在节外生枝就不好 蔡康永小S两人间店录影 不愿多做回应 当初帮忙和解的中间人 寇乃欣则赶紧帮忙还家 赵正平下午出面 但一听完记者问题 他表情凝重 坚决否认自己骂的是李敖 微博上写的是昨晚看到三年前 自己跟梁鹤群主持的节目 黄金计程车又重播才有感而发 不愿受访的他 现场接到其他记者求证电话 态度也超低调 让你们记者想多了 让你们记者想乖了 不是不是 道歉让你们 道歉让你们 道歉让他们 汝隆 汝隆 一天是蔡玉贤采访报道